洪均培文教基金会 我们成立洪均培文教基金会 我们有十大置业 那十大置业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宗旨就是 不分中群 不分党派 而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 以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 广纳各界优秀人士 一同共襄盛举 此包括了政商民流 宗教人士 及各行各业的精英等 希望带动社会行善的风气 同时透过宗教的力量感化社会 基本上基金会的就是 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是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怎么样无私的为这个社会 来国家来做一点事 也就是前面回到我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基金会不要任何政府的补助 我们也不接受外面的捐赠 我们都是自食其利 每年我们筹募 大概六七百万的经费 六七百万的经费 来办所谓的公益活动 此外为了响应政府提倡 终身学习的时效 洪军培基金会特别规划办理 众多公益系列奖座 请来各界杰出领受精英 举办不同类型的公益奖座 邀民众一同免费入场听奖 此举不但获得各界有心人士的肯定 更是第一个通过行政院认证 为公务人员参与民间学习的文教机构 公益奖座 很怀念我们 还希望我们常常在这办 而以十大制业发扬儒家伦理 更是该基金会的最大坚持 也是精神所在 十大制业包括倡导法治精神 建立司法典范 提供法证清函优秀学子奖学金 举办相关研讨会 座谈会等公益活动 进化社会风气 推动志工服务 关怀弱势族群 宣扬环境保护 参与社会服务 提倡终身学习 以及发扬伦理文化 事实上我们基金会所办的公益奖座 在全国七十家 有声音电视台都带传播 大概现在在台湾 没有一个基金会像我们这样 真的因为我们带子送出去的 对我们很清楚 全国七十家有声音电视台 我们都送给他 请他去播放 并且我们这个播放的带子 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行为在里面 扮演洪军培文教基金会做公益的 幕后推手洪惠博士 希望透过各式讲座 达成多元文化 促进族群和谐 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的人生为目标 当然也呼吁各界爱心人士 可以一同加入志工的行列 共同为社会付出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今天这个演讲有它时代的意义在里面 这话怎么说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个李敏兰 这个自杀的事情 造成一个我们社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根据新闻了解了 现在国内将近有一百万的人 有这种所谓肇育症 可能有的人比较严重 有的人比较纤维 所以可能很多人得了肇育症 他心里并不了解 那这个肇育症就是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工作的压力 就来自于工作的压力 所以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 也跟大家报告 今天无论您在座的 您是公务人员也好 或者您是来自于企业界 或者社会人士也好 我想你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李敏兰 离先这么一个案例 另外我们都知道 最近我们政界啊 很多的政治人物 互相的口水战 所以我感触蛮深的 但是我不希望 因为基金问本来就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的 我说我不要谈国内的政治人物 因为我过去我自己在联合国工作过嘛 我要举这么一个很有很有这个所谓指标性的人物啊 就是苏联当时的已故的总书记 叫赫鲁雪夫 这个在联合国里面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 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啊 他脱了鞋子啊 然后把那个鞋子敲了讲台 造成一个很大的世界的奇闻啊 连政治人物贵为苏联的一个总书记 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节制他的所谓的这种啊 这个情感的发泄 另外我自己很喜欢运动嘛 我也是个人是最喜欢乒乓球跟桌球了 那我们这次看到安利啊这个桌球的世界锦标赛 已经连任了世界冠军的沸雪女士啊 因为这个世界锦标赛我每一场都在看嘛 我会发觉到说沸雪它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他抑制自己的情感 他非常冷静 他非常冷静 但他在比赛的时候他面无表情 他非常冷静 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世界的锦标赛里面 你要拿到要名列前茅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一个你很冷静 第二个你犯了最少的错误 就是谁犯了最少的错误 谁就有最大的胜算 我们国内有两位所谓壮球的天后 一位就是柳姓美 一位就是陈纯真 我特别注意到 他们两个本来都可以打入四强赛 后来都没有打入四强赛的原因 因为他们犯了不少的错误 就是他们在这个压力的疏解上 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么一个控制 另外我们都知道 国内有个做电动车的 叫必降实业 我们都知道现在汽车有Benz 有BMW 有Volvo 必降实业的电动车 我们可以说大家誉为 电动车里面的宾式车 他做得非常好 他们的董事长 吴碧祥董事长 跟蒋清明总经理 也是另外一个我认为说 可以值得来为大家报道的 他们也是工作是不分昼夜 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这都是几个很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无论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无论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你怎么样在你的工作上 有杰出表现以外 你还要如何让你的压力能够疏解 我认为是让你迈向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今天首先跟大家报告 你工作压力的调适 压力如何来调适 工作压力 对工作应有的态度 我想这个正确的工作观是非常重要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 把工作视为一种乐趣 不要成为一种负担 你认为是一种乐趣 那你就会比较 心情就很开朗了 如果说你认为是一种很重的负担 你会越做越苦 所以这是很重要 把它认为一种乐趣 另外在工作中 不断地要学习成长 今天一个报社在访问我 他就因为事先他要发表文章 他就来跟问我 他说红博士 怎么样把工作视为一种 所谓 怎么样在工作之后 不断地学习成长 也就是前面跟大家已经谈到了 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 他已经是12纸等 甚至于13纸等 他工作在公园 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职位了 他觉得应该怎么样突破 突破就是你要不断地学习成长进步 不能以现款为满足 我想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到了 我自己在演讲 但是我也最喜欢听演讲 因为这个世界上 永远让我们学不完的东西 你不能以现款为满足 我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懂得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江山带有人才出马 对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很多年轻人 他有很多很创新的观念 那我们怎么去跟他竞争呢 那我们就是要不断地 要学习成长进步 不能以现款为满足 再来谈不断地创新突破 这创新突破很重要 不是以现款为满足 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态 这进步时代是太快了 因为我自己也介入到很多高科技的行业 它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啊 可能还没有一个月就面临 马上要太久换新的 不像黑松汽水 我吃黑松的汽水 黑松沙是已经吃了五十年了 它配方不会变的 它永远就是配方 它可可可乐 百事可乐也是这样啊 这没有什么好突破的 但是高科技行业不是啊 搞不好 上个月跟这个月不一样 这个月跟下个月不一样 就当然你要不断地创新突破吧 不然婚礼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另外我们随时要自我的充实 自我充实很重要 也就是说这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就是说你一个 你这个团体啊或者你这个部会 甚至你这个企业 应该给员工这样一个受信的机会 因为我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演讲嘛 我可以清楚地发现到 越是重视教育训练的公司 它的成长越是快 那越是不重视教育训练的公司 它的成长越是缓慢 那这是公司要给大家机会 另外各位自己也要找机会嘛 等于说今天各位愿意来 利用晚上的时间 那这就是自我充实的一个机会嘛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再来谈维持同事间的同事间的一种和谐的工作气氛 这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为家和万事兴嘛 那么家不和怎么兴 兴不起来了 大家都勾心斗角 你骂我我骂你 那事情很难做啦 所以怎么样维持 你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 你要工作 就是同事之间 你的长官支持你 你的同辈支持你 你的同事支持你 你的属下支持你 当然你成功的机率就更大了嘛 另外超手的青年 这个超手是非常重要 我回国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我跟过那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 我也跟在座朋友报告 我从来不多拿一分钱 每个老板跟我在一起 他非常相信我 他觉得我就可以信赖嘛 我只会少拿不会多拿 这是我这么多年 我自己做事情的一种精神 超手一定要好 再来谈自动自发积极进去 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 不是长官交代我 我才要去做 长官不交代我 我就在那边停住了 不是啊 你长官不交代你 你要自己去做 你找事情来做 甚至你想出很多的点子 你跟你的长官报告 这个事情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所以一个人 受到别人的信任 不是一时一刻了 是比较一个长时间的 人家会看你表现嘛 这个表现是什么 你自动自发 你极极进去 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不告诉你就不做了 另外在工作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是朋友满天下 不然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我们都可以交朋友 当然我这个所谓交朋友 我们不是和谐离哦 我们该坚持的原则 我们自己还是要去坚持吧 这样人家才钦佩你嘛 那你这个和谐离哦 碰到假讲讲假的话 碰到乙讲乙的话 那你变得你 你没有原则了吧 不是这样子 我反而觉得一个有原则的人 反而别人会佩服你 当然我们的语气上 我们的态度上要很和缓 再来谈我们要深谋远利 就是我们看问题要看得远看得深 被面前的所谓的急功近利而蒙蔽住了 所以一个比较有所谓潜力的人 他一定是深谋远利 看得远看得深 另外我们在工作 工作要有计划按部就班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们是要一步步达成的 不然做任何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要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 你要按部就班 一步步来达成 不可能一步登天的 今天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你要一步登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跟大家来谈 如何面对工作的难题 首先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不逃避 很多人怕碰到蓝蹄 因为蓝蹄来以后大家都想逃避 我觉得一个真正有胆势的人 应该是面对他 克服他 面对他 不要逃避他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逃避他 就是应该面对他 另外换个角度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一个媒体就问到我 洪博士 什么叫换个角度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很简单 我今天在这个单位里面 我做这个工作 可能做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那我比较 没守成规地去做 那他今天请我举几个例子 我说很简单 你今天我们看洪基 他请了一个外国的 意大利的总经理来 当年我在大通 我对家具完全外行嘛 他们三兄弟 可以说是家具中的 专家中的专家 那一样把公司做的 快倒掉了 找一个完全不懂家具的人 我把他起死活生 我像一个白子一样 那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好 好 好 方法来化解 假路不行一路 一路不行丙路 丙路不行丁路 条条道路通罗 我们要知道 勇于去尝试 运用方法 总是要去试 就怕我们不去试 那你永远没有机会 另外借助外界的力量 因为这个外界是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自己人力有限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媒体 因为要透过他们的传播 这就是外界的力量 我一个人今天站住各位好 一百位两百位三百位 很有限嘛 一个广播电台的转播 一个电视台的转播 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 当然我们希望媒体是比较正轨的来运用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借重外界的力量 另外我们要乐观开朗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天下没有不能解决问题 要很开朗 如果你很悲观的话 那就问题就来了 像黎米兰就是这样 他一直钻牛角尖 生命是很可贵的 你看我就看电视上面在报道 好几位就平调的人就在讲 活下来真的是很好 自杀要很大的勇气 我记得有一次 在几年以前 我们国内有一个气管的名师 他从十二楼 我也那天在台中演讲 在一个山庄演讲 他说前几天 那个气管名师就从十二楼跳下来了 跳下来也很大的勇气 不然怎么跳 要结束生命要很大的勇气 坦白讲我没有这个勇气 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活下来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要去自杀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乐观开朗 另外要再接再厉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不到成功绝不罢手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第一次成功 你的运气太好了 另外失败为成功之母 就是回到下面那个讲法 不要怕失败 失败可以重新再来 一个人最大的跌移人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有压力才有进步 当然 当然有压力才有进步 人家来督促你 这个势度压力是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报告 我常常做很多事情 我跟我的干部也在讲 你做什么事情 你要常常督促他 请教他 跟他请益 那他当然让他更关心 就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压力 有的压力是有形的 有的压力是无形的 比如说各位 在教育您的子女 也是这样 你常常都关心他 现在工作做得怎么样 目前进度如何 这就是 你要合缘夜色 你关心他 不说你为什么不做 你骂他 又是另外一种压力 所以一定要 比较正面的 所谓的压力 不需不饶 奋斗到底 当然 这个世界 本来就有很多的事情 不如我们所愿的 那我们怎么样 克服各种的困难 我们奋斗下去 我们在政界也好 我们在企业界也好 我们看社会上 很多很成功的也好 他都面临很多的挫折 他说他奋战到底 他奋战到底 有坚忍不拔 长期的抗战 坚忍不拔 长期抗战 这坚忍不拔是很重要 你不要怕 不要怕挫折 不要怕失败 你要挺得住 我常常说跟很多人讲 你要挺得住 很多人就怕你挺不住 所以我是在想 李敏南的事情 如果他能得挺得住的话 就过去了 你能不能挺得住吗 可能就是一念之间 你能不能挺得住 所以我用挺得住这句话 我常常把这些 挺得住这句话 我挂在嘴上 再跟大家来谈 如何调试以后 再做冲刺 没有错 你会面临压力 那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调试 休息是为走更远的路 休息是非常重要 你看上次 我们看美国总统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他也到大文营 去度假 他也到国外去度假 并不因为 美国跟伊拉克一打仗 他什么休假都不要了 不是啊 你要休息嘛 我自己在美国加拿大 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清楚地看到 每隔一段时间 公司强迫你要去休假 他强迫你要去休假 因为休息 就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这个休息包含廉假 包含每三个月 你要休假一次 或者每半年休假一次 定期的休假 放松自己 休假就要放松自己嘛 对不对 去遨游世界啊 去旅行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放松自己嘛 因为平时你在工作上 奔紧了 透过休息 你可以放松自己 适当的运动 健康身心 这运动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是精神代谢 运动就是让你身体的 所谓器官能够精神代谢 所以定期的运动啊 让你自己更健康 当然这个所谓定期运动 不要运动 不是说一定要几个小时 可能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但是你要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很重要 不要 千万不要一铺十寒了 要做就是 每天做 三分钟 五分钟嘛 宗教信仰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所谓的宗教信仰 无论你是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任何一种宗教 甚至于回教 或者任何的一种宗教 我觉得让你的人生 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我们对任何的宗教 没有排斥性 我理解说你怎么样 透过宗教 让你的人生 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参与公益活动 立人立己 公益活动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当你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 人生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人生啊 所以慈祭功德会 现在有这么多的志工 参与人 我认识很多 企业界的大老板 叫星光 这吴东贤 我几次在马路上看到他 他跟他夫人一起去 但是他觉得 我今天加入慈祭 他觉得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可以 立人也可以立己嘛 再来谈 在职进修 终身学习 在职的进修 像今天这个就是 在职进修 这个都是各位的 自动自发嘛 固然我们没有错 我们政府有这么一个 终身学区护照的认证 那我们教育部也要推动 全民的终身教育 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部分 我可以尽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现在要跟 社区大学 全国租金会来合作 哎呀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晚了五年 那么五年以前 我能够参与这样的联会 我可以贡献很多的心力 我可以贡献很多 我可以贡献很多 mostrar他们接受人的 我也不预养 不预养 你还可以贡献 感谢观看